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权威研究所 我是黄宜卿 這是我的拍檔麻利 在中間的就是我們這次要訪問的 嘉賓馮展鵬, 簡稱FCP 大家看到她那麼害羞 是因為她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漫畫天才 通常漫畫天才都是比較害羞 以及比較木納的 來, 看看 其實這次要訪問馮展鵬 因為我覺得她簡直可以為香港 很喜歡漫畫的人爭光 因為香港畫漫畫的人 大家應該知道漫畫在香港 已經是夕陽中的夕陽工業 很多想畫的 其實香港博裝漫畫 可能你的發展空間真的比較小 但馮展鵬她厲害的地方就在於 她能夠利用一些新興的媒體 突破了香港漫畫的幾有框框 甚至厲害到在Facebook 連外國、歐洲的公司都非常上色 所以這次我們就訪問馮展鵬 跟她談談她的創業心得 以及理財的心得 其實說到畫漫畫 說真的, 自己也看很多漫畫 買很多漫畫 但也知道要入行也挺辛苦 尤其是香港市場始終都是小 而且做漫畫的人就像她一樣 我明明上網看張照片她比較胖 現實看到她, 她是這麼瘦 還要旁邊看到眼鏡片很厚 其實你是從多少歲開始 發現自己有這個才能 可以畫漫畫 應該是小學開始 小學, 怎麼知道 已經很幫助朋友畫畫畫 對, 或者自費式地畫 我通常畫漫畫的人 小學已經很喜歡畫 我小學也很喜歡畫 就是拿校寶不斷地畫 但很多像我這樣 就可能畫了兩三年 去到初中 就發覺自己的天分 去到行人止步就會停止 就不會再繼續 對, 但逢點彭 你是怎樣真的找到的方法 或者去走出那一步入行 因為很多同學畫的 教科書畫校寶 都說自己畫得漂亮 是的 但不代表她真的要入行 或者真的要投身這個行業 其實剛好讀完書 就真的… 只是覺得唯一一個出路 就真的那一晚 真的去見面試也那一晚 做助理 當然我也是由一個 最低級的助理開始做起 接著 其實發覺做了幾個月之後 真的不是很適合自己 是模式 還是前景 你覺得不好的 模式 是否很辛苦 要晚上工作 其實沒有關係 如果你喜歡做的事情 無論你何時分 何時做 就沒有關係 但那個作業 那個流程 不是我想像中的 即是太山寨廠 太工廠 是的 當時在做甚麼 你負責撇一些風位 和畫陰影 當然不是 寶伯友 寶伯友 即是大家 如果你們看這個節目 或者你可以自己搜尋 馮遠鵬的Facebook 就知道他的畫功很厲害 但這麼厲害的人 是去到那裏補伴優 但是很正常的 你只不過以近乎一個學套的身份 進去的頭幾個月 你真的只可以做事 這樣也對 你做甚麼都是進去做起 是的 也是這樣做了幾個月之後 開始會拿到下筆 但是… 畫甚麼呢 拿筆 封位 封位 撇線 撇線 不停撇線 尖線 他真的可以畫一、兩年頭髮 一、兩年畫頭髮 一、兩年畫頭髮 不止一、兩年 我記得跟展鵬吃飯談過時 他說他在那間公司 看到一些比較資深的 即是說已經是 入行超過十年 是十年都是做同一件事 十年都是畫衣服的花紋 這樣都沒有潑色他的火 十年 色色的 即是已經覺得是打份工 然後我們說一段對話 最好看的地方是 我以為他肯在那裏磨十年 忍著都是畫三花 可能因為人工叫做好些 所以走不走 他說不是 都是未過萬的 即是在那裏磨了十年 都是畫中 雕三花 但人工都是未過萬 你想想怎樣捱下去 當時你的想法是 覺得我當初選錯路 為何我會認為自己 只有一個路就畫漫畫 你是想轉行 還是覺得 沒有理由的 我一定要衝破 不會想轉行 因為太喜歡了 沒有 目標已經由十多歲 設定了我不會走另一條路 如果你在那裏遇到一些錯誌 或者遇到一個這麼大的場壁 然後你辭了工 然後你用甚麼方式再去搭位 當時是看見有 其實當時開始有漫畫比賽 台灣、日本少一點 但也會有 當時正正參加了 台灣東立的漫畫比賽 真的獲獎 真的獲得第二名 真的簽了 然後就開始 獨立的漫畫家 的一個生涯 但其實如果照你這樣說 那條路應該是你最想走的 那為何後來你又決定 又做回自由 然後又將自己的作品 放上Facebook 那是甚麼令你有這樣的轉變 其實做到這麼一刻 我發現到自己有些地方 不是那麼適合做漫畫的 那麼大禍 對呀 不知間 你遲了十幾年 對呀 是很喜歡 但發現是不適合 但是 譬如 我會很掙扎一些 別人不會留意的東西 而將那件事 培化 例如呢 即是白友的貼纖嗎 相對可以這樣去比喻 譬如別人畫一張稿 用一天時間 大概 OK 我會用到一天 再畫一張稿 但是看完之後 嘩 不行 很噁心 其實馮檢鵬白人 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在於 譬如我和漫畫家陳某 去談論起他的時候 說他拿爛了那些紙 或者隨便撇的那些 其實是很漂亮的 已經可以拿到出去去印 但他自己不知為何 將它全部拿爛了 即是他是一種藝術家營的 他是藝術家營的漫畫家 即是他不可以每個星期 逢星期幾出稿 想條 他突然按到就是這樣畫 按不到的時候 人不知道會飛去哪裡 八萬裡面的主角 他的形容就是 約會他通常遲兩三個小時 對 而且經常不見影 他就是那種天才型的漫畫家 但除此之外 譬如你是不是跟我說 因為你擺放了一些不同的網站 令外國甚至是歐洲 法國的一些漫畫公司很欣賞你 然後他就通過那些網站和Facebook 直接聯絡你 然後找你去畫一些漫畫給歐洲人看 當中的機緣又是怎樣的 有些其實是朋友 朋友和朋友的介紹 而有些就真的 譬如外國會有一些平台 是讓藝術家幫自己創作的所有 有照片或插畫 那些平台其實很容易給你自己 當你以為自己找不到地方去創作的時候 其實那些地方就是一個很好的創作 其實一直以來你又做漫畫助理 又做獨立 其實收入很不穩定 這麼多年來你究竟是怎樣生存的呢 你以為我生存 生存也有生存 因為你知道做獨立很久才找到 你又要追到戲咳 但你又不像是… 即他不像是好意思 去打電話向別人追蹤的人 對 你又太清楚了 可能還要做幾百元、幾萬元 其實你怎樣生存 正直來說 以漫畫家那樣是自己的身分 其實有些時間真的挺糟糕 是 真的很糟糕 當別人… 有女朋友離開過你嗎 未至於… 賣怨 對,賣怨 我想只喜歡她已經習慣了她的性格 爸爸媽媽賣怨一下 然後你怎麼辦 那一刻有否覺得 我不如找些方法試試理財 或者看看如何儲好錢 別讓她那麼擔心 真的要儲錢 平安士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竟然是挺好的選擇 雖然不會很久才收到 但是呢,其實如果你做廣告界 你收到真的不錯 如果廣告那邊的插畫工作 就比較是一個保證 是可以的… 反而賣我一家玩的就未必難了 這是我自己的問題 很多人對於畫心 你做過哪些廣告的插畫 可能大家比較藝術能長 知道原來是你這樣 麥當勞是很久才做過的 麥當勞叔叔你畫嗎 當然不是 那時候他有一張… 好像是給學生用的… 我不知道是卡還是什麼 還是寫書 他是用過的,很久以前 好的,通常這些收入比較好 就解決了你延避資格 對…而且始終大公司… 準時? 準時 收入合半 不會拯救你太久 因為很多時候 平安士不停叫你改例過去 翻改… 但大公司會有個… 真的有個好死的交易給你 這樣會穩定很多 但究竟這個… 這麼不懂得賺錢 又這麼不懂得花錢的馮展鵬 為何突然間一塊錢 可以開到公司做了老闆 做了手機的遊戲 這個謎我們下次跟大家分析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說到這裡 下集就跟馮展鵬一起聊天 我們下集見 再見 再見 如果各位G&Y隊同時分 兼職、正職有任何經驗分享的話 立刻上去HKWiFi.com 到HK裡跟大家分享你的經驗吧 接近六位 很聰明 你穿到六位 我十八千 你怎麼穿回來的 所謂的情投意合 那你怎會穿回來的 網絡 他跟NASBREEN合作公司 怎樣啊 即是BORUM的糖天 即是等於RPC遊戲 我現在是劍士 我想要個魔法師 然後大家看得對 其實是否READY可以開到公司 會太藏著呢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